她真的從小到大都跟我們說 英勢莫當慳 我想我幾一輩子了 但如果我們做得好 寶寶看到的話 其實她都會學到 梁樂妍 Enes 性格之慳釋見 作為健身中心的老闆 現在亦有經營網上商店代理營養補充品 在工作上賺到的收入 她都會清晰管理 不會隨便調動工作戶口的金錢 所以理財我不會特別 我說買了什麼我一定會記下她的性 當然因為我都不是一個很花錢的人 所以節省一下節省一下 原來有這樣的金錢在這裡 其實因為除了我有這個健身之外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網上商店 是賣我做了一些服務的代理 所以其實那裡我都是有另外一個戶口的 可能Jim有這個戶口 另外我的online shop有另外一個戶口 我自己有一個私人戶口的朋友 其實他們所有三個戶口都分開了 雖然 Enes 不會亂花錢 但她都說自己不是太著緊理財 不過另一半也有指導她要好好做金錢管理 她和先生也有為女兒Amber 求買人壽保險 每個月供款直到Amber18歲 理財方面 其實可能真的在做媽媽之前 尤其是未有Molly之前 理財都可能也不太關心 但可能真的Molly到嬰兒了 其實我另外一半真的會指導一下我 如何好好去理財 其實現在真的好了很多 可能嬰兒之後會有一塊資金 我們一定要去做 其實我們都有幫嬰兒去買了一個人壽保險 每一個月就去供責 直到她18歲的一個人壽保險 一向有參加不同地方馬拉松比賽的Enes 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有兩年多沒有參加比賽 而對因為這樣做了不少的金錢 她都說現在主要開支都是來自 狗狗Molly和女女Amber 其實跑一個馬拉松的入場費 可能是一千多港幣 但你要去一個地方 當然你不只是想去跑馬拉松 因為我每一年都會給自己 你去跑一個馬拉松 順便去其他地方觀光 順便觀光的時候 當然一定會花錢 或者可能會花不少錢 去我這兩年就真的沒有再去旅行的時候 怎麽都一定會存到一些錢 還有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折劍的人 你說如果我現在花得最多錢的 一定會在家裡想Molly 就是我賀蛋 或者小狗 或者寶寶之類 Enes在2021年結婚 同年丹下女女Amber 對於會不會計劃培養Amber理財知識 她認為父母的身教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她的士 waiver性格也是受到爸爸影響 由小到大便教她要應 diameter 莫當慳的道理 而Ness 也希望以身作則 可以令到Ember學習資坑色檢 我們做甚麼其實寶寶會看到 所以我覺得我有這個折騙的習慣 其實都是來自我爸爸的 因為他真的從小到大都跟我說 英仔莫當慳 我想我這句話是幾一輩子的 當你家裏有這件事的時候 你不需要買多一件東西 雖然可能你覺得 它的包裝上可能比較漂亮 但你已經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教育是會跟嬰兒說的 或者是讓他知道 如果我們做得好 嬰兒看到的話 其實他也會學到